主席多谢你,为何找主席上来呢,最重要是讲元朗这件永远都讲不完的721事件 即是去年,当日发生我在律敦,突然看到那条件都吓得飞起 主席,现在人们说林郑月娥的集团天天在改历史 你都是在历史其中有份写,有份知道的 所以虽然你都讲过很多次在传媒,人们都说他都讲过 你还叫他,怎么搞错,讲一次就不理 那帮人讲大话,天天都讲,我们都要讲一下 不如你讲一下给市民听,不过721当晚你自己不是在车站 你也是,过了12点多,我才是 不如你讲一下,因为你说警察,或者什么说大话 因为不仅是警察,中联办也好,整个香港共产党都知道 当时发生的事情,不是说突然有帮人走来打 你这个人有什么旗鼓相当,有什么打死的 其实你知道是怎样的,你讲一讲给我们的网民听 兄姐,我很同意你的说法 就是政府现在就要我们禁声 要你禁声 我们更加要讲 他不想我们讲的话,更加要讲多些 说多几次 你说的话要禁声啊,阿哥 如果突然禁了什么声,我就不能负责了 你有什么事,有什么都坐在那里 现在也有些人坐在那里 谁被人禁吗,我们全部不能负责 你说的话,谁说要穿草,又什么,又什么 我们帮不了你,你说吧 我想在7月1之前 其实运动一路一路,由6月9日开始 去到7月2日,我还记得 7月2日第一幅地区年龙场开始 在浪平的行人天遥 当时也有些乡市的人走过 骂那些年轻人的 但都骂完就走的了 那是没什么的 我自己也都 因为在区议会也有很多乡市的代表 都问过他们 如果那些小孩只是贴责 我们不理的 由得他们贴责 所以那些年龙场 一路都没什么 连续几天都没什么 到11日 这个很特别的日子 就是18乡乡市委员会就职例 中联办新界工作部的部长 李继仪先生是主例嘉宾 发表了一番话 最主要的内容 其实有一句 就是说 如果有人入元朗搞事 我们的乡亲一定不让他们搞事 会赶他们走的 我自己形容 李继仪部长这番话 其实就是乡市的动员令 因为那晚基本上就是18乡 那些乡市背景有1000人在那里吃饭 11日讲完之后 接着我们的地区连龙场就有事了 有人搞他们了 去到16日 在鸡地 现在最初6点多7点钟 打人的那个 凤尤北街公园那里 就有个电影放影会 那晚就已经有人 走去打那班年轻人 那我们是一早通知了警方 说那晚有电影放影会的 请他们准备 怕有事 但是呢 竟然间又是没有警察出现 又说有便衣 但又没有处理到问题 然后就去到20日 有个在天马公园 大家知道 建制派有个集会 石镜泉 用藤条 用水晓通 打仔 教他们怎样打仔 翌日就出现这个情况 7月21日那晚就出现这个情况 而7月21日几日前 我们都收到一封 在乡市那里吹鸡 叫人那晚出来 我们通知了警方 警方告诉我 他们都知道 他们会有部署 但是结果 那晚 其实不是39分钟 没有警察到 是由六点几钟开始 有白衣人聚集 在基地 一直都是没有警方去处理 匡窗闸 在闭路电视上拍了三架警车过了 慢洗 看到有很多白衣人在 没有一个警察下车 问他们什么事 这个是很奇怪的 你说警方完全不知道 这些骗人 这个是天大的大话 知道了 警方知道了 但是为什么不做事呢 警方现在 怕我们要查出的真相 那些真相 原来警方早就知道了 不过不做事了 那警方真是大事了 所以现在 查不给区议会查 说不给区议会说 完全是希望这件事件 是好像没有发生过 现在不止了 现在香港好像要重新定义 政府现在重新定义香港 什么都从头来过 什么都有新的解释 以前政府官员说的 完全是错了 原来 现在原告变被告 我就悲观 我是担心 再查下去警方 原来剧本的结局 不是白衣人打黑衣人 原来是黑衣人打白衣人 鄭若驊又说 是啊 只是告黑衣人 不用告白衣人 可能是荒谬到这样的 可能的后果是 所以我们区议会都说 你不来说 我们一定会查下去 我们一定会再找多些原因 找多些真相 找多些事实出来 希望就将那个事实 让公众知道 现在因为委员 就是延朗区议会主席 你们区议会有多少人 45个议员 45个议员 有多少个是民主派 非电制派 33个民主派 12个乡市 没有其他民建联工联会 全部都没有 所以乡市一定不让你们查 是不是 乡市又没有说 乡市说 乡市就查 两边都查 他们的说法就是 哇 他们两边都查 对 那怎么查呢 元朗区议会 你们又没有这样的权 政府多时都不离开会 是不是 怎么办呢 我们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 去调查这件事 但是呢 DO就说 你们没有调查权的 违反区议会这个法例的 OK 那我们将我们的工学小组 那个职权范围呢 就改为跟进7.21事件 跟进的 DO都说 跟进都不行 跟进都不行 我说区议会 几十年都在跟进政府的行政 各样的东西 那我说 很跟进不行 我只是讨论行不行 不行 讨论行不行 那我说 不派官员来 不会有警察来 不借地方给我们开会 等等等等 那我说 荒谬了 讨论行不行 7.21事件 很明显地区事务 是在元朗发生的 这个是完全符合区议会条例的 只不过 你政府呢 就打橫来 打乱来 什么都他说 得也他说 不得也他说 但是正如我说 我们区议会 是会继续坚持开会 那你怎样呢 你地方有没有人 我们不是自己 因为 在街边那里开会 不用 他又说你批发集会 又不会 我们刚刚上个星期都试过 区议会有一个委员会 是在一个议员办事处那里开的 哇 那议员办事处这么大 是啊 那套议员办事处很大 很厉害 那就因为看回区议会条例呢 区议会是有 主席是有权决定 何时何地来开会的 所以秘书是要接受我们那天的会议 是一个正确的会议 我们给他录音 他会帮我们写会计论 即他们没有人来的了 他们没有人来的 不过他会帮我们写会计论 所以我们公共小组都可能是会用这个形式 是会召开 然后我们 如果警方不来说 那我们就单方面 在我们收集的资料 在我们开工听会的时候 那些市民来说那些事实证据 我们就陈述出来 但是市民来说 没有所谓立法会的权利监法 特权保障什么都没有了 总之你说你就说 有什么后果就没有人帮到你了 是的 这个我们每一次谈 在大会讲7.21号 讲警暴问题都好 乡视的议员都说 主席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有没有法律责任的 我们有没有保障 我告诉你没有了 各人自己说的事情 自己负责的了 那你们是希望真的做完 那些手证 那真的写一份 秘书都不会帮你写 你们自己的议员 要找职员帮忙写 写了出来 也都要社会接受 是一个很公正的调查 就是你们会出份报告 我们会出份报告 我们也都会 就是 招请一些法律专家 作为我们的顾问 去看一看我们的讨论 过程有没有 就是一些不妥善 或者牵涉到什么 现在警方经常说 我们一讨论7.21 就妨碍司法公正 他说有案 有案在报警 你讨论就妨碍司法公正 那我说 你们警方经常开记者会 说就行 是咯 我说我们说一下不行 你经常开记者会 说就行 所以我们在昨天 应该是 我们开区议会大会 我们都涉猎到7.21 我们是要求 很简单的 我说你警方 我们有个议程 就请警方匯报 7.21最新进展情况 我说我们不讨论 只是你匯报的 你讲的 他也不讨论 他也不讨论 因为他不接受 你们的区议会 是有权的 不是 他接受 昨天我们问一些问题 他回答 不过呢 他说他不知道 我们的元朗指挥官不知道 我说 不是啊 你们的陈天署 高级警司 去记者会都说了 他说 我那天没有空 没有看直播 所以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不知道陈天署说什么 所以第二天要出来说什么 他们现在做什么 做笑片 是啊 我说得很好笑 有什么可能 这么大件事 你叫陈天署来 行不行 陈天署有些人说 好像调了职 你说什么事发生了 一过出来 把他们的东西推翻了 是不是 是的 是不是调了职 不知道 不见了人 不见了人 大件事 他不是又走了 又坐大飞 真的实际 真的实际 什么事 你看 你看什么 那个 北乡的指挥官 我不认识你们 那时候 他做什么 那晚7月1凌晨 他就来到 那些记者就问他 为什么不迟来 他就很困难地回答 我没有看标 不好意思 没有看标 是啊 那你们999 那些人要靠你看标 所以 那次达完之后 到现在都好像不见了人 有些人 有些人 其实 都有一些好东西出来 如果你说那些废话 那些废官 就应该是不见了人 不知道做什么事 我们这里又不是大陆 大陆不见人 又很麻烦 真的可以不见到人 很多年 可能这些不见人 就是叫他不要出来说话 那也对 就是证明你是说错话 那其实你一蓝正月娥 是不是应该不见了人很久 他说这么多话 那你说 如果那些警察说完不见了人 你其他 你这个杨润雄 是不是应该是不见了人 变成一个隐形政府 都没有了人 真是离谱 就是说回7月1 7月1 我写过很多封信给处长 也都问过很多次 你们有没有邀请何君堯 石镜泉 这些是做 就是我当他 我说邀请他协助调查 不是被告问 协助调查 因为他们都是目击证人 何君堯当时在现场 他是目击证人 他看到什么 你应该都问他的 我问了大半年了 都没有复 整年了 真的整年了 没有复过究竟有没有邀请 这些当事人 是协助调查 或者拿过他们一些的看法 完全没有复 有没有做都没有复 这个很奇怪 有没有就没有 这个是事实来的 为什么一点都不说呢 其实另外呢 你们有没有去警察投诉课 我们有些个案去警察投诉课 都整年了 什么都没有人来 没有人联络过我 譬如我最早的警察投诉课 就是那晚 我十二点多钟 应该一点前去到 有三个白衣人坐私家车走 他们那时在撤退 看到我和杜嘉伦议员在 他们有三个白衣人下车 他们在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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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旁边有个警察 立刻跑过去 敲玻璃窗 他搞下玻璃窗 什么事 我说 那三个白衣人在撤退 我现在要求保护 接着他听完之后 搞起玻璃窗 开车走了 我投诉了这个个案 有没有车牌号码 没有 不过他们应该知道哪个的 一年没有警察投诉 找我 下口告 好像没有了这个 那监警会报告也没有提到这些 没有了 当然没有了 因为他没有投诉 他是处理去投诉 其实有很多 比如打999 警察投诉 我有很多个案 其实打通999 有一个是很肯定 是接通的 我直接写完这个 我说你查一查999 有一个是说英文的投诉 英文的 很特别的 说英文你一定查到 他到现在都没有回覆我 究竟有没有一个英文的对话 在999 没有 完全没有 其实很多电话 打通了999 999 是知道的 正如我都说过 有个街坊打完之后 叫他害怕就不要出街 是啊 害怕就不要出街 那是心闲 又搞错 害怕就不要出街 就是 那是发电 那究竟白衣人 有没有打到你呢 他警车走了 那哪个保护你呢 我就不知道 当时我哪里来的勇气 我走 我又不够他走 他年轻 那几个 我就冲前去 在他前面 站在那里 打 对了 我就是这样 打吧 够胆你打吧 可能他没有想过我 有个反应 三个人 打吧 然后后面 有一个 我都认得他 村长 村长出来救你 他应该认得我 他应该说 走啦 散水啦 不要搞事啦 村长叫他们不要打 对了 如果不是村长叫他们都打 打的 即是村长救回你 是 你有没有担心村长痛哭临体 村长多谢你救回我的命 一定会 他一定有在站里面打个人 所以走路 他们那晚我都问警方 在现场问警方 我问为什么你让他们走 不登记 对了 他说登记不了那么多 我问怎么会登记不了那么多 我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常常在殯儀馆那些什么什么 黑社会大佬出殯 反黑都去 所有来自制的人 几百一千都好 全部登记了 全部登记了 都登记了 那些就 那些又不是咬着藤条 和所有不空 那晚给他们走 人有人走 有车走 我们那晚都收到风 他们很多人 那晚已经立即回大陆 立即走 有点去了英国 就说 走不及 就去英国 走不及 哎 真的 他迟了 那个开记者会的 叫什么 陈那个警司 陈天柱 对啊 你问他这条题目 他为什么不习名 他就去答 他说 你看看在中联办那里 有很多人在暴动 是什么 你又问 我问你这条题目 你为什么说了上环 说了西环 他真的很离谱 他教记者问我 我问你这些 你为什么不问那些 我看下去 你怎么搞错 他出来开记者会 是针对七二一离开 那就是 你无端端说中联办外面有事 那关你什么事 这些人真的很离谱 那些人 不过如果你 譬如问我 中联办有没有介入 七二一事件 他就不会回答你了 你问中联办 记者 你要学一下 你们有些记者在学一下主席 主席是真是好 他在说中联办 你不就是会问中联办有没有介入 你这么喜欢说中联办 我就跟你说中联办 看你怎么回答 你问他怎么回答 他又回答 我听你说中联办 你又不说了 那元朗的街坊不是很惊 很惊 但是也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如果7月22日 他又出来 你7月22日进来元朗 死成 我记得 我记得 把店铺数到多少人在街上 他真是害怕 他真的很害怕那些人再出来打人 第二呢 受伤那些又害怕 现在受伤那些 我们叫他出来又不敢 那当然了 你叫他出来 大哥 你又保护不到他 你叫他出来 这个真的很惨 所以我都不知道 你说要做个调查 有多少人敢出来 都要做的 我觉得都要做的 即是出那些就出了 是的 都要做的 不过真的没有人可以保护到他 是的 理论上就是 香港就靠警方保护我们 但现在警方就不是保护我们 警方是保护那些 帮警方做事的 蓝丝那些 例如我们那些 年轻人现在走去贴连笼墙 是被他们告的 但铲连笼墙 他们是保护他的 都不知道为什么 是在破坏一些东西 其实他是在破坏人家的东西 是不行的 喂 那么警民关系 在元朗 就是跌到冰点 都差不多了 其实没有人信警方 那有什么事 没有人打999 现在 我不知道 现在的数字 现在真的不知道 999数字是怎么样 我记得 很多人出街 政府叫什么 现在叫 最初又说 什么社会事件 现在又叫做什么暴动 因为叫做什么 越整那些字 就是改的 那段时间 就说很多市民 就不打999 有些就说打999 警察也不敢来 因为他来 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又帮着找人 有人搞他 现在市民更害怕 更害怕是什么 就是我报警完 我会不会变了被告 现在就是这样 你又说了这么多次 譬如 真的 有一件事件就是这样 有些穿黑色衣的人 半夜参加 在元朗 挂好多条环颜 去抹黑我和副主席 说我们怎么怎么怎么 谁是副主席 物业城 我们有个市民 其实 都是我们一位区议员同事 看到他挂 立即问他 你为什么挂这些牌颜 抹黑我们区议会 政府主席 他立即走 那三个黑衣人 分三条路走 他就追着一个 那个人 走到不够他走的时候 就走了到警署 走到警署 走到警署 警署保护他 那是不是警察来的 不是 你又知道 认得他的 他是龙虎武士来的 因为那时候 还没有戴口罩 那些东西 他是龙虎武士 所以认得他是一个武龙武士的人 后来我问警方 拿他的资料 说你不执法 我现在私人检控他 他最初就说 好的 那我迟些给那个人的资料 一直都没有给 我再写封信正式 问他拿 他说不行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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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私人检控没有用 你看他自封也是这样做 是我的自尊威水 所以问题现在 第一 你不信你警方 第二 还多一层的忧虑就是 我报完警 他告回我的时候 所以现在 譬如 元朗有些店铺 有些黄店那些老板 被人襲击 他都不敢报警 是逃人帮他报警 他自己都不敢 逃人报了都没有用 是吧 有没有用呢 第一次就抓不到 第二次 其实在两个星期内 襲击他两次 是 很有计划的 第二次 抓到人 抓到人不是警方的 是那些 逃人 立刻抄下车牌 然后有 有 跟着那辆车 一路 也被报告 去到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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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到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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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警方抓到第二次了 其實是市民做了事 有沒有做事呢 抓到之後 不知道 現在什麼都不說 這樣是很離譜的 香港的治安不是很嚴重 我相信你元朗的情況和其他 尤其是太子 你知道太子最多 太子比元朗更多 市民更嚴重 究竟將來市民和警方如何重建互信 我都不敢想像 是否還可以重建互信 第二就是 警方有沒有制衡 現在就沒有制衡 他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喜歡怎樣抓就怎樣抓 譬如發599G的限制令 逢21號現在元朗商場都有人聚集 警方每次去到就圍著他們發599G 就算你只有一個人走 他都照發 我都問過他 他只有一個人 你都發限聚令 他就一句 有什麼跟官說 不要跟我說 有什麼跟官說 他不理那麼多 他就是搞你 他就是煩你 你就上法庭跟官說 即是這樣都行 是的 一個都說限聚令 記者 明明記者說明是獲得豁免的 記者是不會受限聚令的 現在都發599G限聚令給記者 現在都發 不得他來現在 所以我在區議會 連續兩次會 我都說 警方可不可以拿你們的指引 究竟發這個599G 這個定額法款 你們有什麼指引 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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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你們沒有指引 我說 有 不回答 不過不給你 不回答 不告訴你 這是很明顯的 你容許前線的警務人員亂來 如果再這樣下去 再這樣下去 現在出現的問題 以前的笑片 好像是周星馳做的笑片 《少林足球》 是不是嗎 邱賢說 現在打球就是 足總也是我的人 球會的董事也是我的人 球證也是我的人 球員也是我的人 那你怎麼打 你們怎麼打 我都沒得輸 現在政府就是這樣 現在政府就是這樣 什麼都是他的人 他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 他喜歡怎樣決定就怎樣決定 告不告 他話事 就算是很離譜的 全世界的人都嘩然的事 我是這樣做 現在政府就是這樣 所以他什麼都可以重新定義 包括中聯辦是否駐港機構 原來講了幾十年 突然說不是的 原來 三權分立 講了一百幾十年 原來你們錯 我現在很擔心 如果有人上訴 以前如果答過三權分立 那些應該沒有分的 他以前不能進入大學 或者不能進入大學 哎 那怎麼搞呢 查卷 其實你 其實你也被警察拘捕過幾次 拘捕過幾次 正式一次 那次我們都看到了 現場直播 喂 那個不是黃偉賢嗎 那次是荒謬 那次為何會拘捕 因為你又沒有暴力 你又沒有什麼 當然沒有 我八點幾鐘 其實六點幾鐘在那裡 不是七二一 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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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八點幾鐘收隊了 那些房舖那裡沒有人聚集了 收隊了 一批一批上警車走 這一批是最後走的 那時候八點幾鐘我肚餓 或者是買菜肉包 買菜肉包而已 他說剛剛賣光 你等不等 我說等吧 我站在一個店裡等 他蒸了 那最後這批房部就準備走 走過來 突然指著兩個女生 喂 你扔垃圾 說她產蓮龍牆那些東西 其實我整個過程在那裡 他們兩個女生沒有產蓮龍牆 沒有動過 我說阿sir 他們沒有 他們兩個人說沒有啊 別冤枉我啊 接著房部說 搜她袋 拿身份證出來 那我們跟警方都說了 我們作為區議員 每次21日 我們會有一班議員在現場執行職務 就監察警方的執法 即是說每個月21日都有事 不是只有7月21日嗎 不是 每個月21日都有事 每個月21日 防暴是 最多我們數過是過千個防暴 平時五百都不少得了 即是覆蓮龍牆 即是覆蓮龍牆 那又怎樣啊 那個學部就說要搜身 他一搜身 我很自然立刻拿一部手機出來拍 他有沒有 看他搜身 有沒有插裝嫁和那些東西 這個是沒有 我們一直 每個月21日我們都在做這些事 或者在市區那些社運那些 在做這些拍片啊 怕擦裝教我啊 怕武力對付那些年輕人啊 他們看見我拍照 有個警察 acquaint 他說ا你拍甚麼啊 我說 沒哪成差 我盯ешь你們 或者你繼續拍還是 Milan 第二個也都走過來 站在 Erin 你站在做甚麼 我等一會の蔡玉巴 是不是 那我覺得你繼續等 到第三個又走過來 你不可以站在這裏 你為甚麼不可以呢 我看ILLA cura 我說不行就不行 我說不行 不可以 我就在這裏 跟著說 搜完他 我說 搜我 跟著就拉我出去外面搜 我說 不行 你搜就是這裏搜 我問 怎知道你拉我去哪裏搜 暗角搜就不行 我說這裏搜 他說 不行 不是你說在哪裏搜 出這裏搜 我就不行 最後我說 我放下這個灰瘤給你搜 跟著他說 你不服從 就告你助差辦公 我說 不是不服從 我給你搜 我說 我要在這裏搜 接著就把他搜 拉我 我也不知道 納薯說 都用手扣 然後 這個 永遠 我想他們警察就是這樣 我沒有反抗 放在手上 放在後面 他突然用力冤我手 一眼冤我手 哎呀 撈下一眼身 然後他說 不要拒捕 他想多挫我一條罪 拒捕 現在就是這樣 你大力冤那些年輕人就多挫你一條罪 拒捕 後來真的捉回警署了 捉回警署了 搞了多久才放回你 差不多五個小時 但就沒有告 沒罪 沒有告 沒告 大哥 你做完這個節目有甚麼事 我就幫不了你 弟弟 我回到警署了 裡面的警察看完之後 怎麼告 他們都說 他告你甚麼 你又不是非法集會 又不是甚麼 阻差辦公 阻差辦公 哎呀 真是慘了 我們香港 然後我還跟著下口供的時候 我還問我可不可以不下口供 當然是可疑了 律師都沒有教過你 有沒有話要說 不是呀 直接甚麼都不說 那句口供就是甚麼都不說 不是呀 他說不行 就算你甚麼都不說 你都要寫一段話說我自願落口供 不過你甚麼都沒有答 接著我問警察 我可不可以甚麼都不說 我說不行 如果你不說 即是不合作 我又告你阻差辦公 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律政司司長 我是不是有得選擇不落口供 他怎麼回答你 沒有回答我這條問題 沒有回答我這條問題 我昨天在區議會再問警方 都沒有回答 警方回答了 他怎樣 可以 你可以選擇 甚麼都不說 記住 記住 誰被人拘捕 是啊 我說不行了 我說原來不是叫我抄那段東西 一定要抄的 警察說我一定要抄的 這是律政司的要求 就是我甚麼名字 自願落口供 甚麼甚麼 我說我不抄得不行 阻差辦公 甚麼都阻差辦公 昨天指揮官說了 是可以甚麼都不說的 記住了 記住了 寫他那句話都可以的 可以甚麼都不說了 時間到了 多謝主席 大家一定不能忘記七二一 這個確實是香港警方和鄉視也好 和黑社會也好 是很明顯是有個勾結在這裏 多謝了 多謝了 拜拜 拜拜 我們怎樣都要開的 看看警方怎樣不配合 不配合到的程度 我們自己找到議員辦事處來開 會不會防暴走來蓋檔 不讓我們說我們違法 我經常都說 我經常都跟民政專員說 我經常都說我們區議會 是抵觸區議會條例 即是違法 我說違法拘捕我們 為甚麼不拘捕我們 經常都說我們違法 又不採取行動 我就怎樣都要盡快開一次會議 看看那個不合作 政府的不合作去到哪裏 還有沒有問題 OK 好 多謝了 委員 多謝 除了一個麥克風出來 多謝